我領到了一個全錢獎 每一年都參加 因為我每一年都參加 我更能夠知道我們這個活動的重要意義 特別我很欽佩 雨嫻還有她爸爸 父子兩位結合社會公益的力量 來關心照顧弱勢的兒童 特別是我有注意到關心的 這個弱勢兒童的面向 其實很廣 除了說邀請小朋友來到總統府 那麼參加兒童節的活動以外 其實最關心兒童的記憶 身心障礙著兒童的記憶 能夠學得一技之長 那也不僅僅要學得一技之長 而且能夠成為職業 未來有機會獨立自主 能夠照顧自己 這意義是很廣的 那另外一個是從身心障礙的兒童 一直到弱勢的家庭 原住民的家庭等等 所以關心的觸角 那麼愛的範圍也越來越廣 那實在是非常令人欽佩 那當然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而且感謝各位贊助的企業 我出席了四年 那我在這四年也都看到張總載 看到林心裡董事長 看到廖董事長 看到劉董事長 看到在場的各位 換句話說 蛤? 對沒有缺席 不僅僅我沒有缺席 大家都沒有缺席 也有機會追求他們的夢想 那這樣的國家 才是值得尊敬的偉大的國家